南地方法院有一名法官被爆料 就是这名徐姓法官看起来青春阳光 却被控诉霸凌下属 40岁徐姓法官遭爆出长期言语辱骂霸凌 换了三名书记官和两名法官助理 大家都不堪其扰纷纷请假调职 还有一人快崩溃求助身心科 传出徐姓法官言语收入常用你叉叉国骂 让原本的助理因此暴瘦11公斤 新助理上任没多久就地辞呈 原助理得接回工作 短短5个月内就换了5个人 审判的过程是没有看出任何的异状 那也不会去凶当事人或凶律师 但他内部的一个刑事风格 这个我们就比较不清楚 曾经接触过这名法官的律师 说公事上看不出来有异状 不过据了解这名法官的争议 已经不是第一次 还曾半夜传裸照给女同事 躺在报枕上裸上半身 打哈欠神情慵懒 疑似骚扰 本院业已启动自律程序进行调查 那报导中之助理 现在是支援法助 将不再继续支援徐姓法官 徐姓法官40岁 是司法官班51期 101年到台南地院任职 如今传出霸凌行为 南院将启动调查 书记官或助理依照议院安排工作 要是法官真涉及霸凌 绝不护短 记得赖官张成然山台南采访报导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把 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